庆典汽水椰,白瓜像铺首,它是8周年庆典白嫖植物,它是17年平安时代白嫖植物,同样作为护盾家族的金卡植物,差距会有多大? 1到5接,究竟谁更强?本期就来详细测评解读一番,大家赶紧点赞,三连上车吧! 他们职业都是护盾,汽水冷却30秒,白瓜冷却20秒,汽水阳光125,白瓜阳光100,阳光和冷却都有一些差距,需要注意,汽水无任何伤害, 但是白瓜确实有的,不过问题不大,本期我们比拼的是防御时间,然后从血量对比来看,汽水椰1到5接都更高,但是谁输谁赢,需要看完后才会知道哦 首先是一接汽水的基础能力,当庆典汽水椰受到僵尸攻击时会使内部的汽水摇晃,在6秒后喷出汽水,将右侧三格内的所有中小型僵尸击退至第4格,来看看实战成绩,一接防4接,最终防御了23.4秒 需要注意,所有的时间均为后期加速2倍,并且是在其中一列被啃光就终止计时 一接白瓜的基础能力,当有僵尸出现在白瓜像铺手右侧一格时,白瓜像铺手会撞击该僵尸,并将之击退1到3格 白瓜像铺手的每次撞击之间有5秒的间隔,防御成绩是21.9秒,比汽水逊色一丢丢,目前汽水1分,白瓜0分 然后是2接,汽水的特性是气泡十足,清点汽水液内部的汽水富含更多气泡,在摇晃后喷出汽水所需时间缩短至5秒 来看看防御成绩,2接防4接,最终防御了25.2秒,比1接提升了约2秒 2接白瓜的特性是相铺猛击,有10%的概率,一次击退2个僵尸 防御成绩是24.9秒,还是比汽水逊色一丁丁,目前汽水3分,白瓜0分 接着是3接,汽水的特性是元气满满,气泡十足的技能效果提升100% 在摇晃后喷出汽水所需时间缩短至4秒 来看看防御成绩,3接防4接,最终防御了31.7秒,比2接提升了约6秒 3接白瓜的特性是超强撞击,击退距离增加至2到4格 防御成绩是30.2秒,还是比汽水逊色约1秒的时间,目前汽水6分,白瓜0分 到了4接,特性都是能力觉醒,汽水种植时约有80%的概率释放大招 大招效果,立刻恢复全部生命值,并将自身前方3乘以3范围内的僵尸推至自身前方第4格 装扮效果,使它们还会进入3秒的冻结状态 来看看防御成绩,4接防4接,最终防御了30.6秒,为何比3接成绩还差,简直不可思议 4接白瓜种植时有60%的概率释放大招,在首次有僵尸接近时也会释放一次大招 大招效果,白瓜相扑手吸引前方2乘以3区域内的所有僵尸,然后将它们全部击退3格 并造成大量伤害附带2秒渲运效果 装扮效果,还能把非大体型僵尸撞飞 装扮对该植物的大招效果是质的提升,可以在无尽中处理许多难以清理的高血量僵尸 防御成绩是33.1秒,这次轮到白瓜加分了,目前汽水6分,白瓜4分 最后是5接,汽水的特性是冰镇汽水 喷射汽水时,有50%的概率将汽水加冰 使喷出的汽水能额外使中小型僵尸冻结3秒,使大型僵尸减速 来看看防御成绩,5接防4接,最终防御了32.7秒 5接白瓜的特性是横钢之怒,有20%的概率让3乘以3区域内的僵尸阵离地面 最终防御了33.3秒,这次还是白瓜加分,最终汽水止步6分,白瓜9分,实现了绝地反超 最后总结,在本次挑战赛中,白瓜反败为胜,获得了最终冠军 其实他们的成绩大体都差不多,不会相差太离谱,也有运气的成分在里面 本期是粉丝留言的,下期测评什么职务,你们也可以留言,我们下期再见 点赞关注评论